中国式现代化 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 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对于两岸来说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作为骨肉同胞 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实现祖国和平同意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 美国媒体惊呼 中国战狼来了 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 这称号又不给我 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 所谓的战狼外交 就是一个话语陷阱 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 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 要么无视事实 别有用心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不发生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过本口 但这办不到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 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 也挡不住 拖轨翻车 陷入对抗冲突 有个国家 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 看中俄关系 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 中俄关系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过程威胁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现在日方的一些领导人 也在大谈所谓的秩序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白吃白吃 这个秩序是什么 今天的国际秩序 是建立在世界 万法七次战争胜利的基础上 是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一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和国际正义的历史修正主义 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 也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凭什么要向中国甩锅推责 制裁 施压 甚至危险 对此我们绝不接受 我们将以伙伴关系 为依托 促进大国关系 协调和良心互动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越来越铁 所谓债务陷阱 这顶帽子 无论如何 不能扣在中国头上 我们将继续以建设性的态度 参与国际债务问题的解决 同时 我们也呼吁 其他各相关方 共同行动 公平分担 大家 坐下来商量 办法 总会比问题多 当今中国 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我们比网 比网 更容易上热搜